大家好,我是Anthony 我是香港收藏監督收藏監督投資者革命師 今天的話題會講述我們即將可以取得的東奧紀念抄 為何今天要開一個主題或再說一次 就是因為終於收到中銀的訊息 中銀跟我們說終於可以取得 但時間非常搞笑和嚴重 因為分佈很散 有些人收到最早的說2月14日可以取得 也有些人從3月30日到尾才可以取得 那是甚麼意思呢? 變相會有一個很不公平性會出現 有些人會取得早很多 有些人會取得遲很多 價錢亦相對會影響 所以今天在影片中說給大家聽 就是說遲拿和早拿會有甚麼最大的分別 有甚麼東西你需要準備 還有假設你真的取得不到 或者就不到時間怎麼辦 為甚麼呢? 因為我有會員和subscriber已經打電話上去問過 中銀是怎樣回覆的呢? 就是不容許你去轉任何時間 甚至日期和時間都不讓你轉 如果你真的取得不到怎麼辦? 就充公吧 這是他們的官方答法 我重複給大家聽 其實是非常過分的 因為一家銀行正常不可以這樣 因為你是消費者 老實說日期是決定的 假設你取得不到的話 往年一般的做法都會讓你補得 可能在原有的日期之後兩個星期 再開放一些日期等你去取得 但今次的奇怪 今次的情況是完全不讓你拿 其實是不可以接受的 但他的理由就是 因為疫情期間大家要互相遷就 所以我會再說 如果真的取得不到的話 有甚麼方法可以找人去代理 這個影片在後面也會說 所以今天會比較多說 希望大家可以很清楚地抄下我今天會說的東西 首先第一件事要知道的是甚麼 就是流程方面 如果我真的去取得紀念鈔的時候 有甚麼需要注意 在說之前 希望大家也有like share和subscribe我的頻道 記得訂閱我 有甚麼新知識 我會在這裡告訴大家 以及留言問我多些問題 我都會回答 先說回流程方面 如果大家有抽過紀念鈔 或者取得紀念鈔的話 大家會記得一件事一定要做 可能你會覺得很無聊 但真的要取得 為甚麼要取得水 原因是甚麼 因為真的可以排很久 如果你有抽過匯豐紀念鈔 或中銀紀念鈔的時候 你們試過有機會 排超過三個小時至四個小時 取得紀念鈔 而這個情況是未有疫症之前 疫症之後 是從來未試過有紀念鈔抽過的 所以現在不知道安排如何 但如果這樣分佈的話 有很大機會大家要等很久 特別是如果你是取得大全土的話 你只有一個地方 在中環那邊去取得 所以你需要等很長時間 才有機會取得 亦是看到分佈方面 我收到有些人是中午取得 有些人是早上取得的 如果時間不變得的話 那也非常麻煩 所以大家最重要 大家打開水 如果你有些長者會去排 或者拿到的話 我建議找人代領 不要自己親自去 但問題出現了 就是有些會員 也有問我 他說他們 例如抽中了家人 抽中了兩套 或者自己 甚至上抽了多於一套 但時間分開了兩天 叫他們拿 例如單鈔分開一天拿 35年分開一天拿 也有事 如何處理 這個比較混亂 我也不知道 但重點就是 用一個代領的方法 大家可能集中一個人去取得 就算了 我想大家也請不到這麼多假 另一方面 大家去取得的時候 流程 還要做什麼呢 就是你進去的時候 Suppose 就會對你所有的單據 資料 那時候你就要拿很多東西 包括你會拿你的ID卡 即是身份證 證明你自己是本人 也記得要拿回信用卡 即是如果你有用哪張信用卡簽 等等 你要拿回信用卡 這樣才可以取得 而另一方面 大家要記得 就是要驗抄 驗抄 很多人會不知道 因為大家沒有玩過 未必會知道 因為他們會有參私品 即是不會將一張都引得這麼漂亮 有時可能會有些問題出現 例如包裝可能不漂亮 甚至上裡面的鈔票抄了 也有出現過 所以無論你拿35年也好 或者拿單鈔也好 儘量都要驗一驗貨 而且要在他面前驗 因為如果你不在面前驗 有問題的話 他不會退 這非常之重要 另一方面 如果你是奧運的話 其實你會看到 往年08年的時候 會有一張收據給你 如果有的話 記得保留 因為這張收據是有價值的 如果少了的話 會影響到紀念鈔的價值 另一方面 剛才也說 如果他有什麼瑕疵 其實你會在這裡看到 所以儘量你拆開它的時候 都要看一看是否正常的東西 因為如果不正常的話 你是不能退回 另一方面 有什麼大家要注意的 就是如果假設 真的沒辦法 我真的遷就不了時間 我上班 但他說我會充工 很糟糕 怎麼辦呢 就找人帶領 帶領方面比較複雜 為什麼呢 因為帶領第一件事 你是需要授權一個 一定年滿18歲的人 幫你 開夜朋友開夜親戚 沒所謂 但重點是什麼 比較複雜 因為要很多文件 往年其實沒有那麼多 但今年寫得很明 就是需要什麼 第一 你需要一個身份證的副本 如果你找一個朋友去做 你就拿回你自己的身份證副本 給他拿著 另一方面 還有什麼要拿 就是拿一個授權書的正本 自己寫 甚至上他有一個授權書 可以在網上下載 下載 下載的話 你可以在紀念抄的網頁下載 然後填寫 這份要是正本 第三 就是代領人的香港身份證正本 代領人的香港身份證正本 代領人都要提供他的資料給他 所以你的朋友都要帶他自己的身份證 這個正常性會帶 另一方面 就是領抄的通知 例如你的SMS 例如告訴你怎樣拿抄 你需要拿這份證書過去 如果沒有的話 他還是會有權不給你 而最後最煩的 就是信用卡的副本 例如假設我用Visor或MasterCard簽 那張證書一定是我本人 但如果要找人幫我拿 我是要付這張卡的副本 而需要顯示信用卡的卡號 所以是極度麻煩 但是他們說明 如果你不做足的話 他就會充公 所以不要說什麼 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發展 但現在他的運作是這樣的 我就有責任去告訴你 整個流程有什麼需要去做 而另一方面 就是最後 大家很關心一件事 就是價錢的影響 其實我可以拿回一個例子給大家聽 例如中銀紀念鈔 在2012年的時候 上次說的那張紅色紀念鈔 那張一開波出的時候 是300-500元 到中間的時候 曾經嘗試過 700-800元 但之後 往年再之後的 例如匯豐紀念鈔等等 就發現大部分的高位 都是在第一天第二天的時候 之後就一直一直下 為什麼會這樣呢 就是因為他的需求沒有以前那麼多 所以變相 夠了貨之後 他們就會停止收 就不再收下去了 所以變相 如果你是2月14日 即是第一天 因為有人說是2月12日 都可以拿 但我暫時收到的訊息 最早的都是2月14日 假設2月14日 你拿的話 你是最早的 你就會有優勢 因為那時候的價錢 我估計是最好的 所以到時候 你也要想定 你自己心目中什麼價錢 去到那個位置就要放 正常的話 如果你在門口 看不到有人收購 就可能要去不同的店鋪 去收購 我們店鋪也有寫 但除此之外 正常的話 他們附近都會有些人 會在現場收購 到時候 當然要自己去 價價 這非常重要 但記得 時間要拿得非常好 拿捏得很好的原因 原因是什麼呢 就是因為很多人 都可能是收單 例如我最多都是收100張 或者200張 收完就算了 我就賺了 因為我是幫人收 所以你要知道 一件事就是 不可以考慮太久 所以最好你在去之前 已經想定 心目中價錢 是賣多少錢 或者到了多少錢 你會滿意 或者甚至上 例如你有5張單抄的 可能我放一張 或者我放四張 留一張 這件事就要預先做好 但通常一般的做法 就是整套賣給人 是會賣得好價格 如果你只得單抄 就會相對尷尬 因為很多人 可能要收35年 或者4年 價錢就會好一點 還有什麼 大家要非常注意 就是記得 為什麼要檢查得很嚴重 就是因為 人家收貨的時候 都會去打開檢查 所以如果有什麼瑕疵品 特別是 第一天 有很多存貨 可以給你買 他們會選擇不收 因為你拿回銀行 都不會退回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記得去做的時候 亦都做了 再加上 就是因為 你知道 2月4日已經開始了 所以2月中 3月初 已經是相對熱潮之後 其實真的會有影響 但問題是 因為現在沒有辦法控制 所以唯一一天 現在能夠做到的 現在能夠做 就是記得去拿 不要忘記再去拿 日期轉不到 或者真的打不到 或者現在打過去都不肯轉 你唯有先找朋友 可能群組合在一起 大家一個人去拿 或者一個人決定 但你去賣一張鈔票給別人的時候 因為是你的錢 所以就可能難控制很多 這件事都預先想定 就是如果給別人拿 你會不會有定 心目中價 先給他 到了那個價錢 就叫他幫你放 因為那個地方 我估計 應該是最多機會 可以買賣到的地方 所以如果錯過了那個地方 就會比較難搞 最後 因為現在還未收到任何消息 究竟是單抄 究竟是可不可 即是是不是各人都有 還是有很多數量消費 還是有人沒有 我現在暫時未收到這個 但只可以告訴你 很多人抽35年 是抽不中的 所以35年 和4年 將我估計 都應該是有賺 但只限於頭的一段時間 例如2月中到2月尾 那段時間 我想應該很安全 但如果你是3月頭 就要想定 但也是那句 因為沒有期貨接 你也不可以預先賣給別人 所以變相的話 只會有些運氣 希望那時候 價錢更穩妥 可以站在那裡 如果那些時間 錯過了 它跌下去的時候 你不賣的話 一般紀念鈔是很長的週期 例如5年 6年 都未必會再升上去 所以你就預計這件事 但當然 我會覺得 因為它始終是一個收藏性質的東西 即是它也是一個紀念鈔收藏性質 我估計 它跌下去 在很長的時間 都會升上去 但你就不要預計會很快 所以這個力 也是你自己需要拿主意的一件事 最後 記得 如果大家喜歡聽收藏品投資的東西 或者想知道一些炒賣 甚至是收藏 技巧 知識等等 記得 like 我的channel share subscribe 訂閱我的channel 以及可以分享給對收藏品投資有興趣的朋友 亦有些我講的片段 可能會有關於其他話題 甚至最近的人喜歡炒賣 或者喜歡收藏 或者投資什麼 我的channel都會講 亦會在一個會員channel 講得再詳細一點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想支持的話 也歡迎加入我們的會員 我們的會員 其實也有很多不同的總類行業的人 我也有一個channel Discord channel 是給一些會員 介紹他們一些方法可以賺錢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賺錢 或者找到一些外快的話 記得可以參加我們這個會員計劃 好了 今天講到這麼多 之後 希望我暫時就不用再特別說 因為不要再突發性的事情 因為我都明白 越多突發性越多變數 大家越難去捉摸 或者越難去適應 到時出現的情況 或者壞的情況 就更加不知怎麼辦 希望我這個影片可以幫到你去決定 究竟你應該要做些什麼 以及究竟放還是不放 或者要預先考慮 價格方面 我會在會員 亦有機會在這個channel上說 所以你訂閱我的話 我亦可以update 價格給你聽 我每天可以update 價格 你都會知道 究竟你將鈔票賺錢 定時錢 大家都記得 要訂閱我 好了 今天講到這麼多 拜拜